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食饮 今天用排骨来做好吃的 加两个鸡蛋,不煎不炸 做法简单又营养 首先到碗中倒入200克糯米 加入清水 把它抓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再加入50度左右的开水 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你可以提前一个晚上把糯米泡好 然后把排骨倒入到碗中 加一大勺面粉 一勺盐 把它抓拌均匀 盐就有消毒和杀菌等作用 面粉可以很好的吸附排骨上的血水和杂质 像这样多抓拌一会 在抓的过程中要小心一些 不要戳到手了 我这里大概抓了两分钟左右 感觉到非常粘手就可以 然后加入温水 像这样再给它抓一抓 用温水可以把它们清洗得更加干净 然后把水倒掉 再加入温水 多清洗几遍 把它全部淘洗干净 洗净后 控水倒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碗中把入两个鸡蛋 再把它搅散 把它淋入排骨中 然后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料酒 少许老抽提色 半勺盐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它抓均匀 多装一会儿 使排骨更加的入味 放在一旁腌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后把糯米控水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再把腌好的排骨放进去 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排骨都裹上糯米 再把它摆入盘中 再把多余的糯米铺上去 放入蒸锅中 开大火把水烧开 烧开后到中火 蒸40分钟左右 把它蒸熟 时间差不多了 关火 打开盖子 像这样就已经熟了 把它取出来 再撒上葱花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排骨糯米饭就做好了 闻着都很香 看着非常有食欲 排骨也真的软烂脱骨 吃起来不腥也不柴 加上糯米 软软糯糯的 非常的好吃 这样做的排骨糯米饭 我女儿也是非常的喜欢吃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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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